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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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同心 大家學員 大家好 今天禮我閨講科醫情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張是不是有人介紹過了 有嗎 所以你们等下吃饭肉去核框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申请这些靖国神社 因为你这张会员卡是日本一只车来给你的 所以以后你们去日本 这张会员卡会好好用 再来我们头前有两个DM内容是不一样的 你们有拿两个不一样的 这都要复备起来 因为每一边的DM出来 你可以收集 因为每次的文章都不一样 这个你可以收集 我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就是 你要如何更了解台湾民政府在做什么 因为台湾民政府设立 是怎样会设立台湾民政府呢 现在台湾很多人要做台湾民政府 差不多有20几个 这个台湾民政府是怎样设立呢 因为目前 我们台湾的地位是一项美账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 所以美国他在海外占领的国家 他一定要在当地 设立一个当地的平民政府 这个平民政府 他现在就是设立台湾民政府 是怎样台湾民政府是怎样的 不是国民党不是怎样的 因为当地是秘书顶 他率领228名的同心 去到美国去 是够这个人权 人权够赢了 就是依他这个论 告诉他赢了 所以他就是任命 他组织台湾民政府 所以现在跟国民党 民进党 什么党 他们都要向美国提出 要申请台湾民政府 你们在外面有看过还是听 民进党也要用台湾民政府 国民党也要用 有的地方有设立那个服务处 要申请新闻政 你们有看过 你们有看过 我感觉你们怎么判别 你不要乖乖申请新闻政 你若准说去我们台湾民政府 实在的地方申请新闻政 我们各地区都有一个州政府 州政府底下都有设立那个服务处 他一定会说什么呢 另外一定会说台湾民政府 什么州 比如说高雄州 什么区服务处 或是说新竹州 什么区服务处 一定要有这样 有的人是欧白省 有的是说 USMG 美国军事政府 核发台湾身份证 这种不抬头的这种 他就不是我们正规 台湾民政府出来 所以你们要知道 还有你们看 蜒楼的时候 现在蜒楼的破坏性概念 我们有一个官网 我们的官网 是什么容易的 USMG这条 USMG TCG 你要打英文 你如果没有打英文 你打中文台湾民政府去 因为那个官网是扎基 我们就有了 所以很多人去破坏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所以有很多人 打中文台湾民政府 说说 台湾民政府是骗人的 什么 很多这种文章 还有 再来 你如果打 Google 或是 Yahoo 你搜寻 用中文搜寻 台湾民政府 也是很多破坏的文章 因为 他就没法管制 但是 民政府官网 他是管制的 你如果没有注册 你也是不能进去 所以你就要看这个 正规 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你如果要跟人说 一定要说 英语 打英语 因为目前 很多年轻人 他就是 不能说 看对一个 網路 开始正确 黑白看 所以很多文章 所以 你如果回去 你一定会堵到 你儿子跟他说 那个網路 谁说 那是骗人的 一定有人会堵到的 这就是说 你網路 你如果 因为现在 網路太发达了 所以你要有管制的 这个網路 他才会健康 他消失 他不可以抑换 因为这样的網路 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 美国军事政府 在台湾 设立台湾民政府 设立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那时候 秘书长在2006年 以人权的问题去隔美国 因为 台湾人 过期都是 不是 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日本 中国 这些人 都来关台湾 所以 没有 台湾人 自己关台湾 所以他就用这个 人权去隔美国 所以不才叫他 不然你看以前 李登辉 还是陈水扁 他们在说 台湾独立 建国 是怎样没法做呢 因为 他不知道台湾的 这个地位 一排在那裡 所以 秘书长已经研究好了 他就去隔美国 所以他知道 用人权去隔 还要 还要 到最后 在2009年的时候 美国法院 最高法院的公布 说 好 那我们要富起 来实行 台湾国际地位 到底是怎样 他就叫他的国防部 国务院 司法部 国家安全 国土安全部 国家 国土安全部 所有 都来协助说 台湾的国际地位 到底是啥 所以 最后 是怎样研究出来 那两个党 就是 研究出来 就是那两个党 日蜀美战 就按现在 台湾的地位 就是日蜀美战 这个答案出来 所以你看 美国 美军占领 你当然是没法度台湾独立 你也没法度台湾建国 因为你这个赞领 如果不改冠 但是那时候 国际法是规定说 赞领不能移转主权 美国虽然在台湾 占领 但是他也不能说主权是他的 他也没有 他是占领而已 你占领你一定要有 付这个 你虽然有主权权利 你也是有主权义务 你也是有义务 要保护台湾这堆堆 所以毕竟说 安台湾人会很安全就是这样 然后他又说 日蜀要怎样 这个领土 就是说流亡政府 不能就地合法 就是说 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在台湾 你也不能说 你毕竟正式的政府 因为国际法就是那些规定 像说西中 达赖喇嘛流亡在印度 他也不能在印度 他的政府正式合法在那里 他也是掘一个流亡政府 所以中华民国 他在台湾 他就不是政府 他是流亡政府 所以美国就说 你现在台湾的地位那么複雜 日蜀美战 民地是日本平凡的 现在是美国 所以是怎么说台湾的问题 那时候美国要把他放一百年 他说一百年才能改革 因为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有韩战 到处都在打 台湾很小 蒋介石就告诉他 不然你台湾怎么管 因为蒋介石那时候 他也有加入同盟国 虽然说他宣战 但是他没打 蒋介石是没派兵打 但是两天后 美国就赢了 但是他赢了 所以蒋介石就沾到这个同盟国的边 所以他在要求美国说 不然台湾给他灌 所以美国就大营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你不能跟中国合作 这是条件 不管他那时候定台湾关系法 开罗宣言 波子坦宣言 一些这些东西 是美国跟中华民国在模糊这个焦点 因为台湾问题很複雜 所以他们当然是都不处理了 是因为秘书长他去搞 所以在那六十四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问题拥起来了 所以搞到最后 美国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最高法院说戴审 戴审那些问题就是这样 他现在最高法院 闪了的时候 你就开始执行 你一个台湾国际地位路 要怎么走 所以美国跟秘书长说 你怎么先把日本叫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一直去日本 去建这个日本天皇 靖国神社 因为靖国神社很重要 就是说 他里面有三万九千一百的 那时候我们台湾的因林 参加日本建政也打的 赠王后 日本就给他供奉在那裡 这个东西 在日本天皇来说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年去日本的时候 特别安排这个经过神社去美 他有外院、中院、内院 他那个内院是日本天皇开党去美 一般的人是没党去美的 所以你如果一般要去 禁拜的时候 你在外院而已 中院是官员开党去的 内院就是天皇 我们今年去的时候 他让我们一直到内院去美 所以你知道 我们可以让引导到内院去美 就是标识说 日本天皇承认我们 不然他会让我们到内院 还有高三叔同胞在那里表演 还在那里举办记者会 前后是整天的 所以那个消息在日本相当风洞 一直到近年 日本政府有派官员去祭拜这个 靖国神社 本来日本政府都不爱祭拜 因为日本是二元制国家 日本政府它是算是一个国阵而已 日本天皇是国体嘛 虽然现在是日本政府在管理 日本天皇不能管理 但是这个日本政府 他实行的是新的宪法 就是像和平宪法 所以他不去执行第二次世界大战 跟旧金山和平条约相关的这些事情 他不去做 但他今年多少日本政府官员去祭拜 就是日本天皇 他们现在的尤其少年 或是他们的人民 他们都没有效忠天皇的这个心 跟以前大日本帝国时代 他们那个旧宪法时代是不一样的 然后秘书长就把这个论述给日本 去年到今年来很多日本人 研究这个法理后 他们就知道说 台湾跟日本的这个关系 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法理 所以上一次最后来 有一个他们前国防部长 叫做艾滋河南 艾滋河南的爸爸就是艾滋葵衣 艾滋葵衣当初是处理这个流球 他那时候美国打流球的时候 美国也占领流球 但是最后 流球要回归日本的时候 就是这个艾滋葵衣去处理的 那流球回归日本政府 这个就是艾滋葵衣去处理 所以他们儿子就是艾滋河南 他们儿子艾滋河南 这个以前的日本的国防部长 所以咱秘书长过去 有哪儿子艾滋河南 所以就带他来艾滋葵 那等他后 他在日本就开始艾滋了 艾滋说我们这个台湾民间 这个法理的问题 所以现在在日本 这个问题很热 虽然说他的新闻 他的报纸 没有说很大很大篇幅的报导 但是他的民间 已经开始在做了 因为我们过去一年来 我们请日本人来的 里面有很多 里面有一些人 他们都在跟我们做这个 所以民间和政府都知道这个事情 而且他们开始在研究 所以你不用怕说 日本人没有很多人知道 重要的人知道就可以了 重要的人知道更重要 所以美国叫我们 他们日本这条线 这是美国的意思 因为这是日本天皇的属地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走这个路 所以为什么今年又要去 就是说 既然日本天皇已经承认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回去 那个意思就代表说 效忠天皇 因为刚刚好他的生日 这就是效忠天皇的意思 然后我们还可以抓我们的旗子 去美方公 这是向世界宣告 我们就是效忠日本天皇 效忠日本天皇有什么好呢 因为既然我们台湾的人地 是日本天皇的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圣 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候 有限定说 日本天皇没有管理权 没有主权权利 他只有一个主权义务 这个义务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帮助台湾 他的地位 他要怎么恢复 你有这个主权义务 其他他也不能说话 也不能管理 都做义务 所以天皇已经知道 这个关系之后 我们的秘书长和他们那两边 都有在联系嘛 所以秘书长就说 他希望日本天皇可以搬来台湾住 搬来台湾住 搬来台湾住 现在叫做日本台湾对吗 现在如果他搬来台湾 住了 比台湾日本 把天皇回来 因为过去日本旧宪法 还有西沙南沙 还有裂岛 台湾附近的这些裂岛 整个加起来 还有一个什么 他们那时候也有宣布中国 所以在那个朝鲜 满洲朝鲜 你的大日本帝国都包括 就是很看的 那是旧宪法嘛 民治宪法的时候 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在走的 是旧宪法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 签下去了 他没有停止 他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美国就说 台湾问题要改革 一定要用旧金山和平条约 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旧宪法嘛 但是日本政府现在是新宪法 所以必着说 日本政府要改宪法 他靠法度回到旧宪法 来实行旧金山和平条约 所以算是很複雜 日本政府 他们现在是日本政府 所以他们的属地 属性了 你知道吗 现在比这本州四国 九州北海道 这四个日本政府可以管 其他的属地 又属于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政府不能管 所以是怎样日本 那个 石原生害人说要买钓鱼台 因为日本政府 他不是日本天皇 那个 大日本帝国 里面 所以说他要买 其实他要买 这是在做什么 不是真的要买 是美国 叫人出来插插的 插说这钓鱼台事件 到底是谁 所以一连串 尖格主导就是钓鱼台 这个西沙南沙 这就是 新南群岛 在那时候 我们这个 日本在台湾实行宪法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这个 总督府有宣告说 西沙南沙 新南群岛 属于高雄州管的 那时候就有宣告了 有把全世界宣告 所以那时候 日本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属地 那时候 都有把全世界宣告 因为日本 他们有在台湾实行 这个防民化 有实行宪法 那国际法规定 你如果是一个国家 有实行宪法 这个领土 变成你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不能够帮人 你输了 你也不能够帮人 就像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书 他们回去 对不对 回去奉起 你不能够帮人 所以他就是 宣誓在那裡 但是因为是 美国打败 所以美国就占领台湾 所以理所当然 比美国在管 但是 你是管而已 但是主管不是你的 所以 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土 台湾 现在算着 什么人也没办法把我们抢去 因为他就是这样 日本实行宪法 他就没办法抢了 所以你看 中国说要插他 你在去年 中国派两个代表来 美国派两个代表来 都是在说 台湾的领土是赢的 那时候 昨天 台湾民政府成立的时候 没那么多人 他们一直来 讨论这个问题 台湾到底是领土赢的 最后都说了 他们都总统议 台湾不是中国的 但是这个消息 报纸也没报 他们中国也没有向外宣告 中国刚才向外宣告说 台湾是中国的利益核心 不相信 你现在看国外的报导 各国内 任何一个报导 他绝对不信 台湾是中国的 除非 中国 他们在下 互不说 互不喊一喊 互不说的 没有那种官方的认证 他们就会说了 但是 中国有答应 美国的司法在说 他不再说 台湾是中国的 他受人答应 那日本那时候 来了解 这个台湾是什么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 台湾的领土是 日本天皇的 后来 美上就拿 这个马关条约 就新山和平条约 都拿出来给看 那马关条约 那时候有 这个天皇的印章 他就问他说 这个印章到现在 还有没有效 日本那两个代表 就说有效 他再拿回去 让天皇看 天皇也承认有效 所以这个日本 台湾的领土是 日本天皇的 就在那时候就证明了 所以你看现在外面的报导 在说 台湾是送的 钓鱼台是送的 新南群岛是送的 是怎么美国都不出来说话 因为美国跟秘書长说 如果不是事实 你都不要回应 因为你没法让他了解 事实就只有一种 就是根据国际法 所以是怎么你们有感觉 因为既年 钓鱼台事件一直插插 插到今年 就是不了了之 也没有战争 也没有什么 都没有 就是一只中央插 一只中央插 一只中央插 一只上去插 插插的都没有什么 那就是怎么 不管你对一方插贏 插书 你坐着要要谈判的时候 你就要根据国际法 国际法上面有什么 钓鱼台是谁的吗 他那时候是说 日本天皇的 但是他这个 比较复杂的 就是说 日本天皇 但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 是台湾管的 所以就是移转到台湾来 所以这种复杂的关系 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 所以美国都不需要回应 就对了 所以那时候美国要处理 我们台湾的问题 他就说 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 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说和平方法 很多人听不懂 譬如说进行到近年来说 你看看 第一步 中华民国的新闻局 已经下架了 你知道吗 新闻媒体不能灌 所以我们的部队 不才有法定这个 你要怎么定都可以 现在我们要什么部队 定什么都可以 因为他的新闻局没有了 还有第二 他的这个海关 也在没有了 他最 他今年来说 我们出国三四遍 我明一遍 如果要处理海关 你不知道有注意吗 他那个既定的这个安全人员 很少海关 有的基本就都空的 刚才一个两个里 那代表而已 所以你出国也没有什么检查 回来又离谱 那个关卡都没有人 他连站在旁边 那时候没有说 一个人刚才能带一条粉 一罐酒对吗 他都没有要检查 你带几罐都输在你 你出来就是出来 没人管你 你看他的海关 撤退多少 不相信你能够出国看看 真的那海关都撤退 然后又离谱就是说 那时候你会感觉 你出国的时候 那手续很繁杂 现在不是很简单的 庆菜 现在会让你感觉是很庆菜 所以 我是要跟大家说 美国在做事情 他不先跟你说 我现在做到了 他就是一直做 做到完成了 你说好明天完成 他这叫做和平解决 第三步 你像我们谈到法务大臣 他在说 现在处理这个牌照 汽车五千块 机车五千块 这也是美国要用民间的力量 你车开出去都是我们的车牌 上面是什么 TCG USMG 这就是让民间看 奇怪 现在车牌才会变成这样 你就不是中华民国的 你也不用交这个税 给中华民国 你的牌照税燃料税 不用交给中华民国 因为我们做这个 绝对也有跟中华民国的 这个单位协商 所以他知道我们要做这个 所以他只能配合 美国跟他讲你只能配合 不是说我们单方面要出的 因为到时我们的单位一定是这样 譬如说 你现在先定期 你要几台 我们上去美国 这个牌照做好 回来之后 你的车开始要减减 同一天 你把你原来的 中华民国的牌照停止 马上办过来这边 我们的保险公司是美国 到时候你的交通事故的处理 中华民国有派一个单位 跟民间府一个单位 共同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就是要协助就对了 这就是怎么 美国在说的 一步一步交证权 这也集中的一种 你这就是要牌照出来 车里外面在开 人民才知道 这可能就是民意党的事情 所以是怎么 现在 中华民国一直在查 说 这个中华民国免签问题 我是不知道 你们保证 看得到 你们的理解 你得到 台湾民政 台湾民政 就在换这个新闻政 美国跟我们说 你们较快换 你们证明 你们是本土台湾人 这个新闻政 什么 台湾政府 现在中华民国这边是中华民国 身份证 身份证 他的付账也是什么中华民国 美国现在实行出来 你护照要有金片 你身份证要有金片 你美国的英文是什么台湾免签 他不是什么中华民国免签 但是我们的保证是跟中华民国免签 所以 现在美国他也不要跟你解释 中华民国你去签 甚至AIT 有在报会公司在外面 在分担 叫人去上网去申请 你上网申请你也是要贴 但是这就不是免签 免签是说 你护照拿着 你去机场买机票 你就可以走了 你不用登记 随时进出几百次也没关系 那是免签 所以台湾对这个东西不清楚 他说中华民国免签 你以为是免签 其实他这叫做免面试 因为现在你去AIT 签情 你算是 乎叫客人、新闻前客人去签 如果你现在是客人 中华民国护照、中华民国的新闻前去签 大概一半以上不会通过 因为有很多人去企 有的学生是要到国外游学 那都没贴 很多没贴 还是说你在做生理 你年会更大 你去签也不贴 反正他就是限定 越限定越窄 所以民政府的人就有怎么做呢 他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跟台湾民政府的新闻前 周卫一签 周卫一签 他都没问你 就跟你签下去 而且通常是五年 你如果拿他们的 亲信通过 差不多一两年而已 不太多了 这都是已经有人去试了 再来也有 去年三、五的 他们是学生 还是买观光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就是拿中华民国护照到新闻前 去签 他也是给过 让他去到美国的海关 海关给他问 你是哪里人 他说台湾人 你护照拿出来 护照拿出来 护照拿出来就是中华民国 你还有没有什么证件 可以证明你是台湾人 他就拿那个新闻前出来 新闻前也是中华民国 他说你怎么说你是台湾人 所以美国条线在海关 在教导这个民众 这个问题 只能让他回来说 刚刚我们 有一位秘密寺长 在台中在演讲的时候 这些人有出来 因为美国跟他说 他应该美国问说 海关问说 奇怪 我台湾就这个证件而已 也没有其他证件 海关就跟他说 你回去台湾 找台湾民政府 问看看 所以他不再问到我们这来 问这他们住台中 去台中演讲的时候 把这个问题拿出来 给秘密寺长问 知道要在这里申请新闻前 你看美国人 他在用方法是说 他不直接跟你说 他跟你说你可能没相信 他就用一个事件给你看 那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已经在外面 有很多人 知道这个问题了 但是知道有限嘛 那就是要讲风听嘛 那是怎么秘书长说 你的年代 12月31号 我们的忘年会 他要宣布很多很多 很重要的事情 这也基重的事情 因为你这个補充的问题 他现在开始走 走到年代的时候 他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你中华民国 你没有晶片嘛 要骗说 新的補充有晶片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通信 有那些補充有晶片 最近的補充 補充的 補充出来也没有晶片啦 所以到尾了 中华民国政府 你要怎么致远其说 你的補充有晶片 你的新闻前有晶片 这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 有一个体会 我们过去中华民国 流氓政府 在跟我们 台湾 在实行什么政策的时候 我感觉他们都很容易 用一个借口给我们骗 用一套 这是什么政策 尤其他们的选计 有证件发表 都说了很多很多 要骗对不对 其实到现在最后关头 这个签证的问题 其实他们内内高层都知道 美国是在说对一张 是问题 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现在又要模糊 人民对这个焦点 他也是又要骗 然后你看报纸 你怎么会觉得说 中华民国政府 一直在掏空 台湾的经济 我建议 你们可以去金盟妈祖 看一看 你看他贴多少钱 去建设金盟妈祖 那是 算益的 他现在 这些钱 掏空都去建设 在那里 再来 你福建平坦区 也在建设 这三个地方 是 中国 中华民国 美国 协商出来 因为将来 住在台湾的人 一定你是要是台湾人 你的 新闻政一定 你是台湾人 你若不是 台湾民政府 这个 接掌政权 之后 两年的时间 你思考 你要住台湾 没有 如果你要住台湾 你把台湾的地位 依照国际法 走起来 对吗 你台湾家 你若不是本土台湾人 你就是要申请 区留证 这个台湾人的界定 就是说 1945年9月2号 以前 就住在台湾 和他的后代 都算作台湾人 1945就是34年 检掉1911 你 你想看看 你那个日本 如果你的祖先是 在日本时代就生了 当然都是 本土台湾人 但是你若是 35年 36 37 以后 比较台湾人 那些都不是 本土台湾人 你就要申请 居留证 这个居留证 我们分很多众 因为我们现在 也有外籍新娘 因为现在 美国给我们判定 我们台湾人无国籍 所以 你若携越南 马来西亚、菲律宾 你会避着 你的孩子 会避着 对风国家的人 譬如你携越南的 你的孩子 就避着越南人 你不是 因为你是 本土台湾人 所以你这家伙子里面 刚才你是 本土台湾人 你够外国人 你携外国人 你的孩子 都避着外国人 这是国际法規定的 但是 有给你一个机会 就是说 你这个执政后 六年里面 你都没有犯罪 就要给你改 改做台湾人 所以你就要 越早申请 你才能够早申请 因为你排队 你早申请 你就是早申请 这是怎么办 因为美国是怎么说 我们台湾人 不能公投 就是说 你里面有本土台湾人 有中国人 有一大堆不一样的人 你的新闻政 都是什么 中华民国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他说 不能公投就是这 所以 我感觉说 这个台湾的国际地位 你要处理清楚 你如果没有把 住在里里面的人 他的新闻政 都避着本土台湾人 你看要怎么处理 所以美国是怎么跟我们说 现在最重要是新闻政 因为你新闻政没完 他要用什么名义 来帮助 因为他要做的人 是本土台湾人 你新闻政没完 所以你如果再去 中华民国的新闻政 他的对象 就不是他的 美国要帮助的人 的对象 就是本土台湾人 你没完新闻政 他一定叫你 本土台湾人 这是一定的 现在很多人 我知道 你跟我说 他不相信 一定有 他不相信 这有阶段性 像现在政策一直在走 现在走到牌照 过去看民族 好对 相对就是 很多人相信 所以 美国跟我们说 想救想救 也要41万的人 来外国新闻政 你才能够执掌政权 让政策 才能够扣回来 美国是在担我们 这个新闻政 你有够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 可以每一个人 都影响 你食杀的人 让外国新闻政 其实很快 因为全台湾 2300万人 对不对 你买41万人 外国是不是很简单 差不多12.25%而已 你全部百分之百 才占12.25% 其实是不困难 但是 就是说 我们的头脑 那些观念 如果没去把握过 你会觉得 就一个人 也很困难 对不对 所以我感觉 是要为我们的头脑 开始改变 你如果感觉 握新闻政 对我们台湾人 是最重要的 你当然 无时无刻 你会告诉他 你如果想到 我说出来 我怕他 不相信 不接受 我就不说 你如果想到 你就没法说 所以是怎样 我感觉 我们是怎样 要开这个架 一直跟大家说 希望我们可以帮助 所有的台湾人 都来握新闻 甚至 我们也是 给 他们中国人的第二代 一个机会 因为他在台湾生 如果他的头脑 可以握过来 我们也是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 你不用放弃 那个居留症的人 因为美国也把我们 新称居留症的人 算一分 你本土台湾人 还是你居留症 都算这会 算这会 算这会后 他们是 台湾民间府执政之后 六年后 才能拖的 所以那是不错 再来 美国现在也跟我们 说一个方法 你要更快 让他办新闻政方法 就是说 你这张团 让他贴了 他的新闻政 正反面 他已经给他打下 照片给他打下 照片给他打下 光铁片 高出来 高一千块 他就要送件了 但是这个镜 叫做PTW PTW就是 算这个居留症而已 就是说 你是在 台湾的 台湾人 他还不再给你细分 这算居留症 拿着居留症 这样就送出去 这是针对什么人说呢 他怕申请这个政准麻烦 或是说 怕哪怕去的 或是说 就是不需要让人知道 你就可以乘机申请这个居留症 这也算一张 但是这种人 你就是 你的执政后 你要快保政准 到时候不用再贴钱 就是保政准 你如果要快保政准 就是这样 对对 户籍腾本 要买的 那些都不用申请 就对了 对 光铁片 交出来 这就是说 你哪有申请書 你马上就可以 写 写一下 完成 这就是 因为有的人 他就怕麻烦 我去申请那些 户籍腾本 但是如果更聪明的 他申请 因为你申请 你就变成本土台湾人 对吧 那你是不是福利就有了 但是你这个居留症 就没有福利了 你就要等你所有证件补齐 完成这个 你是台湾人 你比较有福利 所以他一定有差别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 现在在做的工作 就是说 帮助大家 更加更加这个 新闻症 因为你如果有更多人 政权就早日接收 这很简单 然后我们来受训 只要满四千位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 两千多位 对吧 你如果有法度 一个人介绍一个算命 好了 所以就是 就是 人家在说 越简单的事情 越难做 对吧 太简单了 他不用什么 上刀山下油锅 你这支嘴里说就好了 所以这种事情 真的比较难做 但是 你的头脑 如果有这个观念 你改变过来的时候 你会变成说 你饭后聊天 你就会聊这个了 这很正常一个事情 因为你说 他不要相信也没关系 但是你有一个机会 这没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 极力推 我们有三个主张 就是我们遵守国际法 我们现在民主长 收贡这些法理论述 都是合乎国际法 所以美国就跟民主长说 叫他继续研究法理 全世界的领土问题 所以我们医疗不是刚才解决 这个台湾民土问题而已 我们是全世界 你伊拉克 你爱钱 你什么会 你都可以来问 所以我们台湾以后 会很有钱就是 因为我们有这个法理 我们是可以卖钱的 所以你们现在来学的 都是国际法 战争法 都是很定间的 这个学理 这个法理 你有感觉没有 你如果去买那本厕 有的人一开始 看不下去 对不对 那文字更偏 但是你如果 很认真 不管你看有看不 一边看不下去 你第二边又要看就更容易了 所以你如果 第一边看不下去都没关系 这正常 你就一直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了 因为你有空你就回来听论述 或是说我们的忙碌都可以听 这样你就会 慢慢都知道 就是说 简单的事重复的做 你就是专家 专家就是这样产生的 不然你想看 你不相信 你就是一年 你跟明年度的 现在 十一月 你会发觉说 我怎么懂那么多 就会这样 所以是怎么 你在研究一个高深的学问 是重复在做的 这个理论是同样 但是你是重复一直研究 研究 研究到最后 他这个理论的最高层次出来 专家就是这样在做的 所以你如果在做一项事情 失败不要紧 你就是重复去做他 就会成功 所以我们民政府 由于去年到现在 应该是说秘书长 2006年开始高到现在 已经是2012年了 六七年来 你看 六七年来说多少位 如果你如果由头的接触到现在 你绝对是专家 但是现在你安排42岁而已 那也是个专家 因为要想到之后 不知道几期了 所以你要把握现在 因为现在台湾人 我们没有满四千 所以你在四千位之前 你都是顶尖的啦 将来你在台湾民政府 在分配的时候 你都是在投啦 因为所有的官员 要分配到之后 差不多要20万 你看你现在是四千位之内 所以这个比例是很高啦 但是你没有认为说 我年会很大 我也没有设计 是要怎么做官 但是你要知道 王永庆也没有读很多书啊 张庸发也没有设计划嘛 但是他们也创造一番的事业来嘛 这就是说 你会要找人 是说 你年会很大 你会可以找少年 你如果没有设计划 你也可以找博士 你也可以找到计划的人 所以这叫做相辅相成啦 互相补助啦 你没有读很高 但是你可以找到博士 是有这样的喔 你相不相信 你年纪很大 但是你也是可以找到老婴啊 也是很高多的人啊 都有嘛 所以我们年纪大的 要进来帮助民政府 凑这个人数 早日拿到政权 你拿到政权了 你有能力的人 他自然就看得到 他就去了 所以我们并不担心没有能力的人 是说这个政权要先拿到啦 你没有拿到一切都免谈啦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喔 为什么要开那么多棵 然后各地演讲 办到那么多很辛苦啊 就是要跟你们说喔 比较快要的人来啊 像我们在乡下也同样 乡下也安好办的演讲 你们如果知道 一定要去参加 像这边喔 高雄周 十一月十号 你那凤山区国泰路一段一百十六号喔 你那个 假日花市那 要鼓勉一个演讲餐会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叫人来参加 会到两点到五点 秘书长演讲 五点到六点喔 你如果有带新郎来 要教你如何申请新闻症 六点到八点 就有吃饭有一个餐会 我希望你们可以参加 因为喔 我们要办一次演讲很不容易 准备都差不多三个月 喔 所以 你们要把握 你高雄班 你就是高雄地区附近的朋友 都可以接来 这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现在高雄有宣传车在走嘛 我不知道 你有看到宣传车在走的走 我看看 你在高雄喔 我跟你讲喔 宣传车出去跑喔 都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 譬如说现在高雄演讲 他就跑高雄 下一次 潮州演讲 他就是 潮州走过了 屏东市也走过了 现在回到高雄在走 然后下次喔 你对版演讲 宣传车就去到那裡 所以你们要知道喔 那些宣传车每一遍出来喔 都没有怎样 他们有时候喔 还故意开到警察局 前面把他抢了喔 在那儿放上 也没怎样 他们的警察喔 也是都走走去面 也没要管理啊 所以 有这个实地的经验 你就看得出来啦 中华民国当局喔 他根本就知道你在做什么啊 他就是不管就好了 因为他如果管媒体是不是吵起来了 啊你你就出来了啊 所以他就是不要吵 所以很多人的心态 会怕喔 会怕的心态喔 其实你不要怕啦 因为 像我已经加入很久的 身份证申请很久的 家里的旗子也把他吵很久的 也都没怎样啊 这个就是证明啦 所以 秘书长说你在那里面喔 USMG他要把他的国旗生起来对吧 你这个机情最好 我们大家有国旗的都给他吵起来 吵在你家的外面 啊你不知道有生这个 生什么呢 生美国军事占领嘛 因为你不是中华民国管辖嘛 你如果不要吵 你是代表你又是中华民国管辖嘛 你如果把他吵过来美国旗了 你就不是了嘛 所以 今天你领到那个美国旗喔 你等于要吵就是 表示你 不被中华民国管辖 这个意思是很重要的喔 啊现在你吵起来 来来往往过 会问你嘛 你的朋友也会问你 要记住 啊你老板会吵这支 一定有人问你 啊你不知道有机会说 对吗 啊不然你也没机会 啊最好喔 如果可以四支都给他吵 因为你四支吵的时候 他会再给你问越多了 啊你就是要他来问你啊 啊 所以你四支都给他吵出来 而且都不怎么 因为我们老吵起来喔 那些警察来来去去 他也没来在问你 所以这个证明喔 啊尤其是那些 我们坐高铁喔 啊那六十五岁以上的喔 都拿我们台湾民政府的 新闻证 去给他看 他也是给他拔票啊 他也不说 你这张不行 也是通过啦 你不相信喔 你新闻证 如果拿到你去市 绝对是这样 啊你附赠你又拿去 邮局 银行 你都拿去这张 他绝对不会 跟你说这张不行 啊你要想说 你会当行喔 你才不敢跟朋友说 当然你就敢跟朋友说嘛 所以 你如果 有那么多人跟你说 像你的分店同样 你开出来喔 你跟他说 啊他会开了 他就跟他说 你的分店就开了很多了 咱台湾民政府 现在就是要做这样啦 就是说 我们每个地方都有分店 啊你都会让他跟他说 啊 咱现在有一个好处是啥 咱每一边 你这些银行的 忙碌都有对吧 你如果有电脑喔 你回去之后 你把它打开 咱所有的银行都出来 啊你要让你的朋友 听对一个人银行都可以 你就把他用他 如果你要不要修用电脑喔 你去问你的酒店 或是你的厅长 或是你的副酒店 甚至你来 可以来这样 像我们现在高雄中部 你这个 古山区翠华路491号 那里面就能把你电脑啦 你不合你就来那儿 但是我们也不分州啦 你就算别州也没关系 也可以来学啦 就是说 我们帮助大家 都可以修用这个电脑 这是很重要的 那你如果不合电脑的人 我建议你先玩游戏 那电脑的游戏喔 你先让你这支手很灵活的使用 你一定会很爱 玩电脑的啦 因为那个游戏喔 你会一直玩 不能停止 也可以睡了 这是一个诀窍 所以喔 那时候你不知道有听过喔 七八十岁的人 最好叫他打麻将 因为你打麻将 会一直用脑嘛 你现在就不要 你现在就用电脑 他会一直用脑 你那个灵活度会增加 所以喔 台湾民政府 可以教你的东西更多啦 你虽然你只是来上这个 国际法、战争法对嗎 你可以让我的电脑 再来喔 将来我们民间的这个语言是台语文嘛 我们各州也去教台语文嘛 国外官方的语言就是日文、英文嘛 这也会教嘛 所以我是希望说 你跟民政府动作一个学习的地方 你不要说喔 你刚才来上这三天这个课而已 因为这种课你如果回去 旁路你都可以一直拉出来看 啊这个 这个旁路、这个课喔 就是你一个 好像你去一个学校 一个学院喔 你在设这个课同样啦 你重复一直那个课嘛 这个 这个学问就变成你的啦 对不 像我们 我刚开始喔 第一堂课 第一次都是上三天对不 啊也是上三天不沙沙 要睡 都有人谁会这样嘛 啊但是你如果 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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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就不一样啦 你会把这个东西喔 变成你的东西 像我今天 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些东西喔 你们认为困不困难 对啊不困难对啊 我只是把我所学的 整理一下讲出来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 大家要学这些都不困难啦 啊你这法理你也学到了对吧 啊将来我们讲这个台语文 英文日文 这你也学到了 再来 我们里面喔 我们有黑熊队 我们的征召很多年轻人 所以你的年轻人喔 你不用怕以后他出力没头路啦 我们的黑熊队就是针对年轻人设计的嘛 你都给他去摆嘛 啊这个受训喔 是 我觉得很值得啦 曾那黑熊队大队长在告诉我 他医疗要怎么训练 这个就是国家帮你训练你的孩子 他会避着十项全能 所以我是不知道说 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喔 他不知道说 参加民政府这个黑熊队有什么好 但是喔 据我现在了解的内容喔 我觉得他一定会变成十项全能 啊你的儿子 如果上来这儿好算是很好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 台湾民政府是怎么要这么辛苦 开这个壳子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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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他干脆登报应征 四千个是不是很快 但是就不需要这样啊 你四千个应征 你不是你自己的意愿来的嘛 对不 那个就没有效啦 我们必须喔 他认同 这个才有效 就像说 我们台湾要起来 我们一定要每一个人一个火种嘛 你这个火种是我的 你是有火可以倒的 不是说我这根蜡烛烧完就没有了 你变成一个火种 你喔 我们台湾才有法度一直延续下去嘛 那据秘书长他说喔 将来我们台湾是很有钱喔 很有钱要怎样 可能很多人不在工作喔 因为我就很有钱了嘛 我是怎样要吃头肉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注重教育啦 你的孩子 你若是真的不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症喔 你的孩子为小孩到大孩 你若可以帮他祝福也都不用钱啦 在以前的时候加拿大有什么施行 不然加拿大人口 就增加很多了就没有了 没有施行那么多了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人口太少了 现在台湾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要鼓励生产啦 所以你的孩子设施都不用钱 再来 你若按这条新闻症 你的孩子如果现在十八岁以上 政府要给你一栋房子 这是要怎样呢 鼓励孩子独立啦 因为我们台湾人过去都是 上一代一直贪钱贪到很多钱 要够找下一代 都永远他打拼的目标是这样啦 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台湾人的民主性 更没有自主权 更不要创造 都是北部公司就怎样了 就是更依循这样的 所以我们台湾人的个性是 人说这样就这样 你没有一个创造力啦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就是说 要让将来的孩子 有一个创造力 独立性 这也很重要的 再来你如果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新闻症 你会怎么办呢 将来这个币值会改嘛 所以这样就更好 再来 你如果说真的都不需要相信 都不需要跟台湾民政府的新闻症 你就是执政后 40万新台币换一块挣台币 因为你没有相信这个政府嘛 所以你的币值转换就是这样 40万新台币换一块挣台币 到时候我们是挣台币嘛 这就是说你已经换一个政府了 当然你的指钞是不一樣的啊 你的所有政策是不一樣的啊 虽然说我们基层不换啦 我们是换上面的头啦 但是你的基层是要根据你的头 来实行这个政策 所以台湾民政府哪有什么政策 头说要怎样下面基层都要改嘛 这是一定 所以将来我们台湾民政府所有的政府 来的政策都不是中华民国这头 都不是 所以这头你都不用去用 所以你现在没做过也没关 因为那头都不用用啊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头脑是空白的基层 最好 人家你做啥你就做啥 那你就好了 所以人家说越简单的事越难做 简单的事重复的做你就是专家 我不知道你能够提醒这个简单的事是啥 就是说你不用花很多钱 也不用用到很多气力才能做 那就是简单的事啊 但是这种事一般都让人忽略掉都没去做 所以我感觉很可笑 所以有的人很羡慕说他是博士 因为他就是一直研究嘛 这个简单的事一直研究 到最紧监他就通了嘛 所以他当然可以成为这方面的博士啊 你也同样 你今天来这研究 研究这个国际法战争法 你就一直研究 研究到民政府起来那天 我相信你可以教别人 一定是这样啊 告诉我们台湾民政府算不必做很多的讲师啊 那你算不太好啊 所以你每一个人都能做讲师啊 如果你说你哪有这个心愿啊 我建议你一定回去要听听我们民政府的忙张 我们的讲师所有讲师的演讲 你去听 听到没了你已经很努力了 你有觉得我们所有的讲师都很努力了吗 也是都这样听来的 我们进来我们对国际法也不错了 我们就是这样一直扼一直扼 扼起来的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喔 不管你年纪大小 年纪大你就用听的 你也听到有一天你也是专家 某某专家 所以我相信我们台湾民政府所训练出来的人 都一定是精英啦 你们要看待你们是精英 所以今天喔 我要让大家了解这个台湾民政府在做什么 是在困难大家成为精英 这点最重要的 你们慢慢的去台湾 因为你们有的人还要不上高级班 我们11月23 24 25 高级班 这是今年都上月了 我希望你们这边出一班最后 过去上高级班 完成整个受训 将来要做什么 我们慢慢的跟你说 好了 因为今天时间没多 我先到这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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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卡吃饭 老卡吃饭